大概半年前的某一天 乌克兰人一觉醒来 突然发现世界变了 一群不速之客 胡视眈眈的守在他们的国家门前 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边境 集结了约十万军队和大量的军事装备 也像与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派遣了三万 参加军演的士兵 普京的这一步棋令世界陷入恐慌 人们越来越担心攻击即将发生 因为担心俄罗斯出手乌克兰 还临时宣布2月16日是团结日 潜台词是我都宣布要和平团结了 你还好意思打我吗 这一天过得真的风平浪静 普京还表示撤出部分的部队 并愿意与西方对话 但西方并未完全放松警惕 北约指出就算俄罗斯撤兵 但装备没撤 这就留下快速返回的选项 另外十多万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士兵 仍驻扎在乌克兰周围 可能爆发战时的乌云并未散去 那么俄罗斯究竟想不想攻打乌克兰 普京到底想要什么 乌俄危机为何在这个时候加剧恶化 而西方同俄罗斯关系冷却之时 莫斯科会不会转向北京 与中国形成紧密的同盟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 一看你就懂 首先我们有一个问题 让大家来猜猜看 俄罗斯在哪一年吞并了 原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 2014 15还是16年呢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答案就是在2014年 当时乌克兰推翻了亲俄的总统 随后俄罗斯军队就进入乌克兰领土 吞并了克里米亚 这是近年来世界上少见的直接吞并邻国国土的事件 那么八年之后俄罗斯是要顾忌重演吗 俄罗斯想不想攻打乌克兰 普京说俄方的军事集结是对乌克兰与北约关系不断加强的回应 莫斯科越来越多的把北约东扩描绘成对俄罗斯生存的威胁 莫斯科画下红线提出一系列安保要求 包括希望北约承诺停止进一步东扩 不会让乌克兰入约 美国主导的北约则断然拒绝 美国和北约在给俄方的信中明确的表示 他们不准备在俄罗斯的安保要求上做出任何的让步 所以目前僵局还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喊话俄罗斯 你不要打 俄罗斯喊话美国和北约 你不要扩 莫斯科警告 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就将采取报复性军事技术措施 到目前为止 多个国家还有联合国都各自做出努力 穿梭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寻求缓和冲突 避免战事爆发 战人琢磨不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嘴上说 我们不想要战争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俄罗斯积极的为战争的可能性在做准备 也难怪美国不断发出可能爆发战争的警告 在五角大楼的眼中 乌克兰眼人战云密布 随时都有滑向战争的危险 美国认为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 并可能为进攻制造一个出奇不易的借口 拜登敦促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境 日本荷兰丹麦西班牙等国已呼吁国民离开乌克兰 核航已暂时全面停飞乌克兰 白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可能迫在眉睫 并以情报资讯来支撑这个说法 不过美国的情报有多靠谱呢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3年 当时美国称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但结果呢就是并没有找到 抛开美国情报来说 眼下的乌克兰被大雪覆盖 随着春天的到来 雪会融化并暴露出边境地区的泥泞和沼泽地 这将使俄罗斯军队和军事设备更难进入乌克兰 从这个角度出发 如果俄方有意 未来几个星期的确可能是一个关键点 另外2008北京奥运期间 俄罗斯就和格鲁吉亚发生过武装冲突 苏联解体之前格鲁吉亚也是苏联的一部分 现在乌克兰局势紧张起来正值东奥 所以外界也担忧 俄罗斯可能会在今年2月时再次出手 由于担心俄罗斯会发动入侵 这将引发美欧的制裁 进而扰乱俄罗斯的能源出口 国际油价近日飙升 甚至触及了7年以来的最高值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辛格认为 俄罗斯有能力入侵乌克兰 这是人们担心它会发动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莫斯科是否有这样的意图 他持保留态度 如果我们到达到几岐 然后问题是 我们将会保留几岐 一月、六个月、一年、一年、一段时间 那会花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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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型的考虑 我希望能帮助俄罗斯不走那路 成本高的确是认为俄罗斯不会真的攻打乌克兰的一个主要论据 回顾过往 无论是在格鲁吉亚或是介入叙利亚冲突 俄罗斯都了解当地的风险进行了仔细的成本效益分析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 因为俄罗斯决策者很清楚他们没有办法维持大规模的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若杰 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从决策、成本、收益视角的分析 尽管乌克兰对于各方的安全利益都非常重要 但程度显然没有达到要不惜爆发大规模战争的程度 那么大军压境普京的目标是什么呢? 普京想要什么? 善于下棋的普京可能利用这一招棋挑起人们的恐惧和担心 他真正锁定的不是基辅而是西方 他明确反对乌克兰与北约越走越近 要求北约限制在乌克兰及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进行军事演习 以及将北约的部队从东部成员国撤回 不要将乌克兰纳入联盟 普京为何提出这样的要求? 因为乌克兰是俄罗斯通往西方的门户 也是俄罗斯与西欧强国之间必要的安全地带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么北约的导弹就可以部署在距离圣彼的宝布超过200公里的距离范围内 那么俄罗斯就也永远不会感到安全 另外一方面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的人口领土和经济规模都缩小了 这也削弱了它的超级大国地位 现在普京正寻求重现昔日的一些辉煌 并夺回俄罗斯在冷战中失去的一些东西 他认为乌克兰在文化和历史上基本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69岁的他决心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增涩 普京的目标是恢复他认为俄罗斯在世界大国中应有的地位 与美国和中国平起平坐 宣称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权利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难道是川普给的他灵感让俄罗斯再次伟大吗 也许在普京看来 乌克兰危机的最好结局就是军事力量的部署能让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相信俄罗斯是认真的这个态度 并且拥有入侵乌克兰的能力 进而才会朝着回应俄罗斯要求的方向迈进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调动俄罗斯军队的时机也许并不是巧合 在疫情肆虐和经济疲软之际他正寻求在国内激发民族主义的支持 与此同时乌克兰现总统喜剧协星泽连斯基的民众支持率下跌 放眼国际美国总统拜登不仅亚富汗撤军混乱备受批评 也冲击了人们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心 而欧洲这里多年来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离任 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并熟悉俄乌事物 随着他的离去欧洲失去了一位于莫斯科的宝贵对话者 在外交事务上成立不久的德国新政府尚且缺乏经验 新总理肖尔茨在国际舞台上也鲜为人知 尽管如此他和普京相隔六米坐在一张长桌两端的会谈 还是取得了成效 这场会谈之后除了宣布撤出部分军队 普京也对重新谈判以结束与西方的对峙直开放的态度 但外界仍然难以确定他的意图 如果将萧尔茨此次对话取得的一小步成功 比作是一只蜗牛 那么俄乌的和平之路就好比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 让这只小小的蜗牛难以找到出口 毫无疑问在军事升级的情况下 西方会以严厉的经济制裁回应俄罗斯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 近来互动愈发频繁的中俄是否会选择抱团取暖 成为真正的联盟呢 在这届冬奥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疑是习近平的座上宾 两位领导人举行会谈共进午餐并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美国对世界稳定和公正和平起到破坏作用 称中俄关系无止境合作无禁区 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个是军事强国和油气能源大国 两者携手无疑将对全球的地缘正式变化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但俄中结盟可能并不像两位领导人所声称的那样无限 因为两国在边境问题上曾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 曾经的敌手可能难以彼此信任 不过如果西方出手制裁 北京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站到普京一边 如果中国人必须要决定 和西方的剩刀要被决定 中国政府是准备的准备 让中国人帮助助力 现在,他们真的想要帮助中国人 是在习近平的方法 是在习近平的方法 互相对习近平和普京 互相对世界安全 所以他们共同这种共同的预定预定 其中一方的方法 同时也要配合第二个预定预定 为习近平的预理或二个预定预定 到美国的国家的预定预定 如果西方因为乌克兰危机计划 而对俄罗斯出台严厉的制裁 俄罗斯势必打出能源牌回应 停止对欧洲的能源供应 而这对欧洲经济乃至全世界经济而言 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尤其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噩耗 因为两国之间有一个将天然气 直接从俄罗斯输送到德国的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 这个有争议的项目虽然已经建成 但还没有获得德国能源监管当局的批准 美国明确要求只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北溪二号就必须终结 无论这场危机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走向如何 很难想象普京会在没有获得西方让步的情况下 全面撤军 这会让俄罗斯的面子荡然无存 不过是否或者何时会攻击乌克兰 除了普京本人之外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 可以肯定的是 俄罗斯会继续想尽办法保住乌克兰这个缓冲区 而夹在中间的乌克兰人 恐怕有好一段时间都不能好好睡觉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你是怎么看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场危机 你觉得俄罗斯会攻打乌克兰吗 欢迎给我们的留言 也欢迎你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更新 德国之身为自由决策提供自由资讯 感谢你收看本期的一看你就懂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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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